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能回向沃洛多罗三面三菩提者 后称佛师 三界特尊 皆共敬仰 这个一段 一死身广无尽 诸菩萨的修行 全在这一条 六道众生的堕落也在这一条 由此可知 这一条关系 凡甚至区别 太重大了 贪嗔痴 世尊 在一切经教里面 告诉我 三毒烦恼 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本 虽然说三个 贪嗔痴 三要归成一呢 就是贪 所以佛教菩萨 六条 修学 准则里面 第一条 就是不识 不识 就是对之 贪欲 虽然说六条 六波罗密 六波罗密要归成一 就是不识 波罗密 世处世间 大神大邪 他为什么能成为圣贤 能力贪欲 贪欲的根拔掉了 这个人就成佛了 真肯拔除 还拔得没有干净 这个人叫菩萨 凡夫不但不离 天天在增长 增长贪欲 就是增长 堕落三窝道的机会 离开贪欲 就语言里 我道 我们要明白 这个四世真相 那么换一句话说 人生苦短 纵然活上一百年 也不过是刹那间之四 百年之后 时间还长着呢 怎么办 往哪里去 聪明人 不能不考虑 即使眼前 你所需求的佛报 决定不是从贪嗔池里面 得了 贪嗔池只有这福 不能正贪 不能正负 经世所求得的佛报 过去生中修的业因 修的善因 这一生所造的物业 果报在来时 因果同善是决定的道理 我前两天到中国 去看一个老医生 这个老医生 也在看我的这录像带 从录像带上 看到我的像 告诉我有病了 那么我给他谈了这些之后 的确是有学问 绝不是一般的大夫 他对于病人 要问你 畜生的年月日 要问你 畜生在什么地方 这是所有我们看 中西医中 中医西医 我们都没见到过 什么道理呢 你的身体的本质 很有道理啊 你身体本质是什么 你会得什么样的病 这个是从根本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本就更深 过去身中所造的 善悟业 他能够讲到 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这个时间 来观察你体质的本质 相当高明 那么告诉我们 阳神之道 最健康的饮食 是当地生长的 使这一个月份生长的 这是最营养的 我们今天喜欢吃外国东西 味道是不错 会得病 跟你的体质不相应 哪个地方土地 长的东西 养那个地方的人 那我们入境呢 要随俗 到那个地方 要吃当地的东西 这是最健康的 你不肯吃当地东西 还要吃别的地方东西 所以就叫随途不服 你就会生病 哦 这些道理很高明 这些我们小时候 老人都曾经教过 时间久了 素货了 其实在古书里面 礼记 月令就讲到 月令讲十二个月份 哪个月份吃什么些东西 可是要记住 必须是当地出产的 这一个地区所出产的 对你身体 绝对有好处 养生之道 你懂得养生 不懂得养心 那就是 你的病根不能拔除 心是什么呢 亲近平等自卑 如果你的心是贪嗔痴 那你心病了 这是真正的病根 万病的本源 不能不晓得 大夫告诉我 我这个内里头有风寒 我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 睡觉的时候 决定不可以吹风 决定不能吹冷气 并从 并跟从这 这个道理我懂 我们小时候老人告诉我 睡着的时候 连扇扇子都不可以 因为睡着的时候 你毛细孔全部张开 很容易受汗 得病的时候不知道 到中年以后 病发的时候 很不容易治 这个风寒 会伤害你的肾脏 肝脏 破坏你这个里面 许许多多器官的系统 这个都是生活上不谨慎 不小心的 我们心底很亲近 读书 你看看打坐 打坐为什么 要身上包得紧紧的 因为你身体是静态的 静态最怕风 所以我们在读书 很安静的时候 都不可以吹冷气 不可以用电风扇 活动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身体在动 这个时候没关系 静止的时候 不可以 我们疏忽了 所以这个大夫 给我也说过 现在是 这个很流行的 叫冷气症 冷气房间里面 住久了 都会有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看到 病重的 面色 清白 苍白 面门发黑 那就相当严重 脸上没有光彩 所以大家在生活 起居上 要注意 不要贪量 贪量是要命的 太阳玉的范围 太阳玉的范围 非常广大 特别是明文历 吴玉六成 不但是 让人的德行 堕落 它是三卧道的 第一个因素 要断 贪的面头 不是说改变 贪的对象 我现在对世间 明文历一样 不贪了 五语六成 也不贪了 来贪图佛法 行不行 不行 佛叫我们断贪心 不是叫我们换对象 换对象的结果 你贪的 我的 你堕三土 善法呢 生三善道 不能处理六道轮回 再跟诸位说 一念佛不能往生 这个关系太大了 所以佛在金刚 般若经上 教导我们 法上印石 猴宽非法 那个石就是不贪 并不是说不要了 我们凡夫 不要佛法怎么行 一定要佛法 却不贪助佛法 我需要佛法帮助我们 脱离生死轮回 可是你不能贪助 你贪助 你的愿望就达不到了 贪心 不能不学 但是 确实是很难学的 为什么难学呢 人对于明文立扬 五一六成的习气 太神了 无量借来 就受这些烦恼习气 讯息 今天想把它一下断掉 贪恨人物 可是不断 不断就不得了 这个问题 比生死的问题 还严重 生死 生死 要跟这个问题相比 生死是小事 断烦恼习气是大事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无量借来 搞生死轮回 是我们 齐齿大辱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别人 成圣 成行 做佛 做菩萨 我们还在六道里头打拐 这里头第一个因素 就是贪嗔痴 放不下 永结 脱不了三界轮回 云阴在此地 云阴里 贪嗔痴 云阴里 十五一 不是不能做到的 这个事情 不是求人 求人难 这个事情是求自己 自己 有没有这个认识 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这个毅力 这三双事情 尤其是认知为敌 认知 要靠 神仙仙人的教诲 神仙仙人不教我们 我们怎么晓得 贪嗔痴 有这么严重啊 不知道啊 佛菩萨 先知先觉 他们明了啊 透彻的理解 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果然明白了 就要下定决心 确定放下 不再干这个事情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了 开经济里都说说 百千万劫难遭遇 真的 百千万劫才遇到一会 不是容易遇到的 我们这一生 能得人生 能闻佛法 这是百千万劫的 遇到这么一次 如果不把这个机会 抓牢了 沉着这一生 短短的几十年当中 下定决心 学其 叹嗔痴慢 学其 明文立扬 无欲流程的享受 释迦摩尼佛 慈悲也 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他身在帝王家 他国以继承王位的 舍弃 这么崇高的地位 舍弃了 富贵 舍弃了 妻子 舍弃了 给我们做 最彻底 最究竟 最圆满的 好样子 明文立扬 无欲流程 边都不占了 过 其实的生活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过这个生活 这是叫我们什么 彻底 是 离开 贪嗔痴慢 我们才有出头的日子 涌拓 轮回 主要晓得 贪嗔痴慢 是轮回的因 六道轮回 是贪嗔痴慢 的果报 你能够把因 离掉了 这个果 永远 就不会陷进 了生死 处三界 拓轮回 就在这个认知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 是不是真的明白了 我们要懂 佛在此地告诉我们 果然离开了 那就像诸佛菩萨一样 你成就五种自在 五种自在 是一切众生 所羡慕的 所向往的 这五种自在 是果报 永离贪欲 是一因 你修阴 必定正果 你不修阴 你怎么能正果 第一个 就是我们常讲的 健康长寿 三业自在 三业是 神与一业 住根居足 住根居足 这一个名词 用现代的话来说 身心健康 你的身体 没有一丝毫 确信 那么这身 住根居足 这是果报 三业自在 三业自在 又是他的 应远 什么叫三业自在 自在什么 有烦恼 你有烦恼 你不自在了 你有忧虑 你不自在了 你有牵挂 你不自在了 身心清净 才自在 日常生活当中 一个妄念都不生 什么叫妄念 必须要搞清楚 为自己的 都是万念 你修行 为自己称福 为自己做菩萨 都是万念 佛教我们五万念 五万念要有正念 正念是什么呢 正念不是无念 正念是五万念 正念是为一切众生 我修行 为一切众生 我成菩萨 为一切众生 我成佛 也为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 这个念是正念 为自私自利的 独家万念 都是邪念 佛法里面讲五念 特别是 中门东西讲的多 五念不是 什么念头都没有 什么念头都没有 那果报在 四禅无相天 那是个外道题 佛家将五念 是五自私自利的念头 有正念 正念是为佛法 常住世界 为利益一切众生 利益众生 第一条是 帮助一切众生 破密开悟 这是真的利益了 不能帮众生 破密开悟 那个利益是小利益 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是真实的利益 他才能得 三叶子载 他才能得 诸葛寅居主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这第一条 意思还没讲尽 明天我们接着讲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